民生方面的消息 政府寄出了减税利多 财政部将每人每年基本生活费的额度 109年度调升到了18.2万元 多了7000块钱 创下历年最大的调幅 预估是新增受贿的人数有27万户 在明年5月报税的时候就可以试用了 不过因为基本生活费是以人头来计算 也因此对比较多人的家庭 可以减税的金额会比较多 以四口之家为例 税率12%来计算 就可以省下3360元 因为疫情一上 不少产业都受到冲击 薪资收入当然会受到影响 而现在财政部带来将减税的好消息 16号正式公告 109年度每人每年基本生活费 额度为18.2万元 较前一年提高7000元 创下历年最大调幅 而且110年报税即可适用 基本生活费用是不课税 所以这个是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规定 那那个基本生活费怎么计算 就是按照这个所谓的主机处所公布的 每人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的60% 税额的计算方式是用年总收入 减掉基本生活费或是免税额的总数 再乘以税率 以四口之家为例 纳税者与其配偶加上两名大学子女 私人基本生活费提高2.8万 税率5%来看可减1400元 税率12%可以省3360元 财政部表示基本生活费提高后 预估会有205万户受惠 较前一年多出21万户 减税效益约96亿元 较前一年多出25亿元 不如小补吧 应该还是不错的啦 有减税就是好 对对对 觉得那个幅度还蛮小的 就对我们来说 好像没有差别那么大 的确由于基本生活费 是用人头计算 所以对于多口之家 还是比较有利 记者富士兰黄伟财特别报道